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 用人体来表达自己的艺术题材 无疑对自己是一种挑战 事实上我选择了一个直接能面对我内心 和表达我对这个社会的一种 非常直接的一个碰撞的一个反应 这种手段 有一句话叫止寿千年 其实一张宣旨 一千年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就是以柔克刚 这么软软的毛笔 沾上墨锁要利透纸背 拔面生风 这是在世界这个范围内 运用笔在画画里的文化 中国是个非常独特的 毛笔是个毛 这是无疑 我是不是能够把传统的中国画 像世界性的绘画 用绘画的语言跟世界对话 沾上墨锁要利透纸来到英国 来到西方 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密集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吧 来交一份这样的一个打卷的目的 我就想是否能倾听到一种声音 是中国式的对话 画是我的语言 这样的一个信息 来去和我的画去对话 人是流动的 它不停留在一个点上 所以线条是在无数个伏加的这个线条里头 让观众自己去搜索到 自己要接受的这个线条 一个正确的这个线条